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孩子都是需要医疗救助的特殊孩子们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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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来的时候又投这三次手术 投脑浴血 这么回事儿呀 这么回事儿呀 你的别为个儿 在这漫长的治疗期间里 很多孩子因为行动不便 无法进入普通学校学习 他们的生活常常局限在病床上 和机构里 来 把腿 你的腿可以放好了 好 自己放好了 来 走啊 凯凯终于正常了 加油 但是许多志愿者带着自己的专长 给这里的孩子们带来一些 原本只属于外面的精彩 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接受音乐 因为她的音乐就是发声 所以孩子就很愿意参与 谢谢 亲子 谢谢凯凯 音乐也就是耳朵的能力 所以可以帮助她的耳朵的发育 那她的耳朵的发育 又能帮助她的身体的平衡的动作 所以她慢慢练习 她的身上的这个协调力 然后就越来越好 她不管是发声啦 还有她的节奏感啦 还有她的社交能力啦 还有她的心理状态 她就会很高兴 她就会很阳光 我不会那你教我好不好 好 我们唱 爸爸 跟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些紧张 就因为我副教育 怎么跟他们去互动 但是后来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 大家好像就融入在了这个群体 我在蓝天是06年来的 12年了 真正满12年 12年了 那是什么原因在您来的 在社会上 我觉得像这种有医疗需要的孩子 他其实也非常需要 这种教育的机会 那我就觉得 我有一种社会责任 应该来把我的好的课程 交给他们 然后也让我有机会 跟孩子 也让我来认识孩子 白福松 拜拜 拜拜 其实像真老师这样的志愿者 在蓝天还有很多 他们每周会给接受 医疗救助中的孩子 带来半天的陪伴 教他们数学 美术 物理 或者有时候 也只是带他们去市场转一转 这些孩子们都会很开心 感觉到疯了没 有一点点疯 因为每一次这样的陪伴 都带着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其实做公益 并不是那么高难度的一件事 你付出一点点 他们的生活 却会因此变得大不相当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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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